在墨山北路楚文化游览区的绿树眼影之中 有一座用红色岩石砌磊而成的碑 这就是著名的黎骚碑 碑高14.8米宽6米 比泰山玉字碑略大 上课毛泽东1913年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 用掩体手抄黎骚全文 黎骚是楚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代表作 全诗共373句2477个字 堪称千古奇作 毛泽东一生对黎骚储词十分钟爱 常常手不试卷 晚年曾将储词集注作为礼物 赠送给来访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 毛泽东毕生酷爱书法艺术 即使在戎马孔总政务繁忙之际 也未曾搁置过笔 毛泽东早年供楷书后来多行书 晚年则是行书兼草书 黎骚碑所刻正是毛泽东年轻时代的长福楷书 用笔方圆兼备提案有节 既有幼军的柔媚又有欧阳的钢剑 字字囚禁潇洒雅艺 黎骚碑因诗书碑俱全 堪称东湖三绝文化精品